還有許遞了 幸福床在南盾圍 好 還有兩人 真的太幸福了 中間再麻煩 想到哭喔 剛才看到影片 心慈也哭了 是因為變得太漂亮嗎 我就是想說之前肉肉的也是可愛可愛 可是回頭看的時候 會覺得說 哇 怎麼長這樣子 然後回來的時候 現在就是漂亮漂亮亮 師兄周星澤幫你寫歌 而且對你很好對不對 對 他有 他本身私底下就是個暖男嗎 要不要聊聊師兄 他就是個暖男啊 暖男是 他就是個暖男 怎麼暖告訴大家 怎麼暖喔 就是很常在笑唱的時候 就會問你最近如何啊 然後有沒有吃飽啊 因為可能之前可能太可愛這樣子 然後 嗯 或者是 因為我覺得我們是因為慢熱型 所以 互相關心 我們都是透過經紀人一起 可是我們當面的話 就是有點羞羞色色這樣子 嗯 辛慈的第一副耳麥好像是 Erika送的 喔 對對對對 喔 對對對 現在 剛剛帶的耳麥是 Erika哥哥送我 送我的 就是 那他送有說什麼嗎 嗯 我記得我們當時候是在髮廊 就我們一起做一起 然後 他說辛慈我一個聖誕禮物要送給你 然後他就拿了那個耳機送給我 然後我就很開心 因為就是第一次有這種親密互動 哈哈 這樣就算親密了 對啊 沒有更親密 就是 八年耶 八年喔 沒有更親密 就是很多就是會勾個千 會鼓勵他 這樣鼓勵 那錢包 收著 好好算的錢存起來 將來買房子給家人 帶媽媽回印尼 好好喔 因為我一直跟凡姐說 因為曾經凡姐問過我三個願望 就是近三年內 然後我就是第一個願望一定是 希望可以買一個房子 然後跟媽媽一起住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就是 希望可以在印尼開演唱會 因為就是 家人在印尼 就是外婆啊等等的 然後媽媽又很少回去 就是 二十幾年在台灣 但是我只帶過她回去一次 對 在新方大道的時候 那還是新方大道的獎金 喔 OK 對對對